幸運草的四片葉子 幸運草的四片葉子代表的是 信仰、希望、愛情跟幸運 然後它是愛爾蘭的國花 那因為我從小就很喜歡植物 所以呢那時候在要開民宿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想說 因為一路走來有很多的貴人幫我 就覺得發生在我身上 有很多幸運的事情 所以我就決定把我的民宿的名字 取成幸運草 常常會有客人打電話來說要求婚 像有一組比較特別 他是在我開幕的第一年的時候 來我們家求婚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們房間裡面 就是有很大隻的那種熊寶寶 那個都是他送我的 因為他求婚成功了很開心 就是我們變成是很好的朋友 幾乎在他們結婚 每一週年的時候都會回來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植物 所以我的後花園裡面種了很多的蔬菜 然後還有一些水果 包括比如說紅心芭樂 還有奶油芭樂 楊桃 然後橘子 檸檬 還有金桔 還有我最引引自豪的就是芭蕉 那我有個朋友他在梅花園那邊做的是有機 無毒根做的蔬菜 所以我們家的早餐幾乎都是 要嘛就是從我朋友那邊出來的 要嘛就是在我民宿後面那邊的蔬菜摘下來 就現煮給客人吃這樣子 所以我都希望客人的早餐可以吃到滿滿的幸福 然後滿滿的營養 是一定都是我下廚 所以早餐都是我自己準備 就連那個稀飯也是我自己去五穀雜糧店 去配的五穀米 因為宜蘭的冬天還滿冷的 又濕又冷 所以後來就想說做成雙層窗戶 室內溫度跟室外溫度可以差到將近快要六度 我相信來這邊度假的人 他應該不希望接觸到市區的車身 所以我做成雙層窗戶之後 我隔絕了裡面跟外面的聲音 在裡面都是靜悄悄的 所以來這邊住的客人也可以有很好的睡眠品質 我希望每次客人進來的時候 本來是一個很疲憊的身體 然後出去的時候卻是滿滿的正能量 然後會很開心的跟我講說 阿姨我下次還要再來 客人來到這邊他可以享受到我們南洋平原的美 他可以感受得到我們南洋人的滿滿的熱情 這樣子就夠了 我希望來到這邊的客人都會成為我的朋友 然後來到這邊的客人都能夠享受到很舒適的感覺 會覺得進來我家就好像時間停止了一樣 就很輕鬆很自在的去過這樣子的生活 對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歡迎幫我們按個讚 並按右上方的小鈴訂閱我們的頻道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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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